国军装设螺旋装缠上刺丝完成组绝设备 加上汽油桶岸上几乎都是无形的地雷火药 领着炎热大太阳动用挖土机 在沙滩上挖反战车壕沟 国军第五作战区在彰化深港海滩 实施摊岸组绝设置演练 汉光39号演习头一天 台湾上空也很热闹 新竹基地换上2000战机加速升空 抵达东部花莲嘉山基地 F16V也从嘉义转场落地台东制航基地 首日重头戏之一就是空军演练战力保存 C13栋运输机载运人员物资由屏东飞抵台东协助整备 汉光沿袭24号正式开始五天四夜不间断 不止国军弟兄们上井发条 教招员也枕装待发 桃园后辈旅一早就有教招员到杨梅国中报到 召集120人其中19位是女性 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因为毕竟平常训练跟演绩的时候 也许会比较再惊喜一点 女生应该也要有爱国家的名字 汉光石兵操演这回遇上台风来搅局 虽然空军原定25号正用民用台东封联机场 作为战备跑道操演取消 但国军保卫家园的决心 不受天气因素而改变 金圣众报道